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雷霆万军 马次败军 奥克拉和马城雷霆队1月24日晚间在德州圣安东尼奥客场 于18130名球迷关注之下 以140比114在本季第二度击败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拿到例行赛季44战第31胜 并且取得双方历年186次对阵以来的第86次胜利 雷霆队于是自从1月16日以来第4次连续取胜对手 自从2009到10球季以来 奥克拉和马城雷霆队已经有12个球季 战绩都是40胜以上 这种表现只有洛杉矶快艇队和迈阿密热火队可以相提并论 这两支球队曾经于2023年11月14日 在奥克拉和马城进行例行赛季首次交锋 雷霆队当晚是以123比87横扫马次队 马次队现年20岁 身高7尺4寸的国籍先发中锋温班亚马 维克拉和马与雷霆队现年21岁 身高7尺1寸的先发大前锋霍姆格伦 Chad Thomas Holmgren当时上演职业篮球生涯首场的例行赛对决 他们从今以后每次在场上的对抗 都吸引球迷关爱的眼神 24日的晚间 这两位年轻的大个儿 并没有完全成为篮球场上夺目的焦点 温班亚马上阵27分钟46秒 得到24分有12个篮板球 4次助攻4次火锅 霍姆格伦则上阵30分钟8秒 得到17分有9个篮板球 4次助攻一次超截3次火锅 雷霆队的先发组织后卫是现年25岁 身高6尺6寸的亚历山大 Shavent Asian Burgess Alexander 是全队在场次9和得分最多的球员 他上阵29分28秒 投篮命中率60% 三分球和罚球命中率100% 还有6个篮板球 全队最多的10次助攻 以及两次超截 亚历山大是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实业之中 第三位球员有过连续10场比赛 每场比赛至少得到25分 以及有两次以上超截 另外两位球员由此表现 分别是现年48岁的艾福森 艾伦 E. Zell Iverson 和现年60岁的乔丹 Michael Jeffrey Jordan 彭广阳 2024年1月25日